1937年底 日军疯狂进攻山东 山东各地抗日武装奋起反抗 根据这一形式 八路军山东纵队和第115师决定 在黄海以西 天津以南 龙海路以北 金浦路以东广大地区 创立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初下 八路军第115师第5支队 和第129师金浦支队抵达纪鲁边区 到1938年底 开辟了以宁金烙龄为中心的 平原游击根据地 1939年3月 陈光罗隆环奉命率部到达鲁西 5月进入泰西 接连粉碎了日北军的三次进攻 和多路扫荡 1939年6月 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 统一指挥八路军第115师 山东纵队和苏北各部队 1940年7月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 随后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 这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形成 这年底 纪鲁边 胡锡 鲁锡 鲁中 焦东 清河等抗日根据地 先后建立和发展 使山东抗日根据地 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连接起来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使山东改变了 被敌分割封锁的局面 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基地 和联系华中新四军的战略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